宇宙也就是所有时间空间物质以及事物的总称 人类虽说在宇宙中存在了数万年 但是对于宇宙还是有很多未知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宇宙的诞生是否产生于起点大爆炸 我们不知道宇宙的边界在何方 我们不知道宇宙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空间 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宇宙会变成什么样子 目前人们只能够依靠现有的科学技术一点一滴去了解宇宙 最近科学家就发现了几个宇宙特别的现象 如果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相信对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宇宙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是科学家发现宇宙并不是静止不动的 而是正处于膨胀的状态 月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在慢慢的扩大 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的增加 对于宇宙的膨胀有一个很是生动的比喻 科学家认为膨胀的宇宙就如同烤箱中的葡萄干面包 随着温度的不断上升 面包不断的膨胀 葡萄干与葡萄干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而且葡萄干也不会在最初的位置 它会有所偏离原来的位置 这也就意味着 在未来随着宇宙越来越大 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大 同时两者都会越来越偏离原本的位置 对于宇宙的膨胀 有一个人最有发言权 这个人就是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爱德温·哈勃 当他将望远镜对准夜空的时候 发现那无视的光点中 并非全部都是一颗一颗独立的天体 而是有一小部分和我们一样 是一个巨大的星系 从此人们知道了宇宙中还有核外星系的存在 爱德文·鲍威尔·哈勃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 现代宇宙学研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银河系外天文学的创始人 第一个提供宇宙膨胀证据的人 他在大多数星系中发现了红移 并建立了哈勃定律 这被认为是宇宙膨胀最有力的证据 同时他也是星系天文学的创始人 和观测宇宙学的先驱 他被称为银河系天文学之父 1922至1923年间 哈勃用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 在威尔逊观察仙女星云时 观察到和银河系相似的一颗星 他利用利维特发现校服星的亮度 从亮到暗的变化周期 去计算这颗星和地球的距离 结果表明这颗星比任何人所想的都要远 他到星云的距离近400万光年 因此星云不是在银河系的气体云 而是离得很远的另外星系 因此宇宙比现有的认识的要大得多 就这样哈勃发现了新的星系 哈勃进一步找到了其他许多星系的距离 最后把宇宙的前沿扩大到了几百万光年 在哈勃发现星星之前 人们认知的宇宙的大小范围只限于银河系 由于哈勃发现了新星系 把宇宙的前沿扩大到了几百万光年 因而使人对宇宙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哈勃发现有星系发射的光波长发生红移 他发现这些星系正在彼此移开 所谓光波长的红移就是物理的多普勒效应 无论是声波或是光波 当波源离开观察点时 观察点所接收到的波源发出的波的波长就会变长 对于光波来说就是红移 相反波长就会变短 哈勃观察到的外星系发来的光发生红移 这说明这些星系正在移开 而且离开的速度和它们之间的距离之比是一个常数 哈勃总结了46个星座的结果都是这样 并且它们离得越远 分开的速度也就越快 哈勃的继续观察让它得出了一个结论 宇宙的膨胀速度是不一致的 离我们越远的地方膨胀的速度就越快 离我们近的地方膨胀的就要慢一些 这就是著名的哈勃定律 也就是说和外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 和它们与我们的距离成正比 理论上来说只要知道和外星系的距离 我们就知道它们远离的速度 换句话说 那个位置的宇宙膨胀速度就可以次算出来 尴尬的是公式中的另一个重点 哈勃常数是多少却难住了科学家 哈勃本人在提出了哈勃定律之后 就开始测定哈勃常数 得出的结果是500 单位是公里每秒每百万秒差距 也就是说每距离我们100万秒差距 326万光年 宇宙膨胀速度就要增加500公里每秒 两年后哈勃又继续测定哈勃常数 结果这个数字变成了558 后来他又测出了526的结果 1952年又由定文学家进行了测定 得到了260的数据 几年后又有科学家测定 表示哈勃常数大约是75 时至今日宇宙膨胀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 科学家还因此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 认为宇宙诞生于138亿年前 并且一直膨胀下去 更奇怪的是 当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测定宇宙膨胀速度的时候 得到的结果竟然也不一样 也就是说科学家计算了哈勃常数有着较大的差异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由于以前的观测不够的清晰 科学家利用两个方法计算出来的数据范围都非常的大 因此二者会有一些重叠 但随着人类观测能力不断提升 两种方法得出来的数据越来越精确 竟然偏离了重叠部分 只见出完全不同的两个结果 2013年的时候 欧洲航天局利用普朗克卫星测定的哈勃常数 是67.80加上0.77 或者是67.80减去0.77 最近芝加哥大学的天文学观测的结果是69.8 看起来二者已经非常接近了 实际上我们要设定的哈勃常数 最重要的就是观测核外星系的距离 而观测这个距离利用的一般都是天体的光谱 可是偏偏这个光谱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 所以导致哈勃常数很难最终确定 因此这个宇宙膨胀速度究竟是怎样 我们还不得而知 而它是否会永远膨胀下去 或者有一天会停止膨胀 政治开始收缩 也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个未解之谜